也是序長 有沒有看到 現在中間拉到576 有沒有 現在只剩572 只長一塊 兩塊 在這邊撐 有沒有 昨天的開高大漲 就是外資的 是不是開盤又跑去追 跑去追580 580的 我跟你講 外資這一波他就要怎麼樣 要一路做足 外資12月都會放假去了 他要他就要11月 一口氣做足來了 撐上去 對 撐得上去撐不上去 我不知道 你看八大漲庫也都沒什麼買 對不對 昨天投信 有看到營收很漂亮跟著買 當然有一部分是ETF的資金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昨天跟今天 對不對 都黑K嘛 這個跳空就是 我說台積電不是你跟我扛的動 也不是官股開的動 對不對 都是外資嘛 所以 所有的台積電都是外資自己買上去 是 再自己砍下來 現在大盤沒有意外的時候 他可能不會去砍 但是只要國際 局勢有一點什麼樣的風吹草動 局勢一有動盪 我說他現在昨天開高是580 今天要再過580 就很難了 對 為什麼 因為 大人的力量必須要持續 外資自己就16000多張的運營在那邊 如果他今天沒有再1萬多張 上不去了 所以台積要靠誰扛 外資 外資自己要再2萬張買 所以580要過 他至少要再用2萬張來買 他才過得了嗎 懂